大娘 这儿不才有吗 这儿不才有个吗 你们都说塔雕下面的冰红茶瓶子不能剪 这有啥不能剪的 人大娘呢 剪的那么大一袋了 我看这儿还有没有 你们都瞎说的 知道吗 这瓶子都能剪啊 为啥不能剪 只是剪了不喝就行了 这不是冰红茶吗 那儿还有一个 我帮大娘剪一下啊 这儿还有大娘 这儿 你是往哪进来的呀 这把水倒 倒了就可以了 主要是你没戴安全帽 进来不安全 少了 之前多 现在工地都快完了 这全都是在工地剪的啊 这全都是在工地剪的啊 剪这么多了 收了 给你收了 我们这工地啊 哦 他那是他自己也得剪的 你不拿他不就行了 不行 他他自己也在剪着卖 是 这 这其实也卖不了多少钱 这你们平常反正没事 完了 我们这马上就拆塔雕了 要撤走了 注意点安全 别踩到钉子了 一般都靠这个墙边的比较多 这里啊 大瓶子 那里边还有一个 这大娘进工地来 也没戴安全帽 也怕他踩到钉子 给他捡几个吧 说实话 这也卖不了几个钱 这瓶子卖的挺便宜的 看一下有没有 一般呢就这种靠墙的地方比较多一点 这还有一个 工地上的瓶子都能剪 塔雕下的瓶子也能剪 就是里面的那个水不能喝啊 这还有几个呢 我给大娘用这个箱子给他装着 这纸板也能卖钱吗 这没了 来 这大娘 你得慢点踩 有钉子 这还有一个 来 这还有一个 我扔过来吧 我走了 我得下班了 你慢点啊 这大娘呢 说 之前到我们工地也来剪过一次 好不容易剪了一口袋 结果呢 被咱呢 保安给扣下了 然后给撵出去了 各有各的难处吧 是吧 这大娘剪点瓶子也不容易 然后呢 保安也是他职责所在 你不是咱工地上的人 你没有戴安全帽 你就这样直接到工地上来剪瓶子 出了这呢 咱工地还得负责 就比如说你那个 绞杂的是吧 扎着钉子了 你也得找工地的麻烦 毕竟这么大年龄了 是吧 都不容易互相理解